他们就吵到想说 好 我跟你离婚这样子 到香港我是哑巴就是二龙 他的注意力就是香港家人 那我们就会吵架 在房间听到那个吵架声 这个心里还是会有点担心 哥哥听到吵架他会来陪我 先生为名是香港人 太太圆岳台南人 两人结婚二十二年 长英文化观念不同起承植 教养孩子更出现问题 我的成长是很自由的 读到什么程度你决定 台湾父母太紧张了 为什么要帮他想那么多 担心那么多 所以我的香港的观念 常常在跟他有冲突 然而付出一切爱孩子 可能白费力气 研究发现当父母一方指责 另一方没把孩子交好 孩子紧张的生理反应 比爱父母骂来得高 我们多半以为长大的孩子 在应付父母这些不愉快 会能力好一点 可是其实这些贴片的反应 你会发现到15岁的孩子 跟5岁的孩子的反应 是差不多的 但偏偏父母最容易为孩子吵架 小孩6到11岁时 是婚姻的危险期 76%的夫妻在此时 为孩子教养问题冲突最剧烈 就算不在这个阶段 仍有55%的夫妻 争执来自于教养冲突 婚姻不美满 教养没加分 台湾父母究竟怎么了 我们一只是鸡 一只是鸭 他就说我们虽然外面很像 可是我们里面完全不一样 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就算挤牙膏的方式都得沟通 但根据调查 有45%的夫妻 三个月内不曾单独约会 三分之一的夫妻很少或从来不会找时间谈心 甚至小孩在6到11岁学龄阶段 还有超过6成5的父母和孩子一起睡 小孩变小三 夫妻成了室友 大部分家长都把重心放在小孩的身上 所以已经很久去忘记还有彼此 谢谢你为我们家的付出那么多 谢谢 如今伟名夫妻逐渐体认到 夫妻关系好 小孩自然好教 太太开始学广东话 先生更努力赞美太太的付出 而这一切孩子都看在眼里 女儿以心爱摄影 照片里很多家人身影 父母关系好 让她情绪更稳定 她们不会因为我今天的事情 然后改变她们的价值观 或者是教养方式 她们是站在同一阵线 然后会让我心服口服 喜欢用画画表达对家人爱的以前 直到爸妈是婚姻的主体 亲子关系很健康 其实我们蛮独立的 因为她们给我们 从小给我们尊重 那我们用这个 她们给我们的尊重 建立自己的世界 我们会知道 长期的关系是我们两个人 因为孩子将来 笑自由去飞 我们华人的夫妻 很容易不去面对 那这些东西 都看在孩子的眼里 然后所以真正的 我们所谓的高品质的夫妻 是夫妻之间能够去谈 我们两个之间不一样的事 文明夫妻如今抓到 沟通诀窍 幸福加分 你说我不羡慕 别人家的孩子 因你生了两个最棒的 我说不羡慕别人家的太太 因为我娶了一个最棒的 先生写下这样的小纸条 如今少说两三百张 往往写完了 准备好太太的早餐 小纸条放在一旁 等待太太看见 二十二年来 写下赞美或想跟太太沟通的话 是夫妻维持婚姻热度的秘诀 而美满的婚姻 也成为自己 也是孩子人生中最好的礼物 今晚不入行 找死人的一切 通知力 无法封得